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在这个酒店里 酒店是高级的 对吗 然后呢 你但我也没有出去 他们说出去完全不一样 对 是吧 没错 所以有些人民疾苦 咱们没有机会了解啊 说三亚宰客的问题 一开头 三亚说啊 今年三亚非常好 没有一个投诉电话 说宰客 这就我发现以后政府不能这么叫板 你这么一叫板呢 慌了慌了都来了 说我们几个人吃了顿饭 9000多块钱 晒发票 哗哗哗 全晒出来 最近闹得一塌糊涂 你们没听说吗 听说早上这些三亚宰客 这是历史现象了已经是 好像十多年来都这样 是吗 对 就打从三亚发展成旅游城市开始 它那个海鲜滩啊 那个市镇上面 针对游客的那些买卖 从来就是以宰客闻名 这么多年都是这样 所以你一般去那边任何一个酒店里面的人 比如说你跟酒店人说我们不想光在酒店里员待 只想到外头逛逛 该去哪好 那很多酒店那边康斯家人就劝你说你别出去 所以你要去 你去别家酒店也别到市场头 都会这么很负责任的劝告你 名声这么不好 名声非常不好 然后就说宰客之风啊 已经延伸到这个厦门了 就是那边乡又有人出事发票 说厦门也是吃几顿饭 吃一顿饭 收我们这么多钱 就你知道吧 我发现网啊 就是山峰点火 一个风潮一起来 他慌慌慌 但是这次的这个三亚啊 后来又出了一个什么事 说这个什么呢 你看有个明星马伊利还上过咱们节目呢 文章他老婆 是他老婆是吧 文章他老婆 就是说 西红柿鸡蛋和墨鱼结账八百 海南载客已多年 防费八千八一夜 早餐三百元 这么厉害 八千八一夜 早餐三百块 加百分之二十的服务费 出租起步价四百 打错了吧 四十吧 可能 这有点猛啊 农夫山泉六点五一瓶 六点五元一瓶 一人一天 人均花一万块 比去欧美都贵 有一个网友说 去年我带儿子游香港 这就是投诉香港的 你看 游香港 儿子喝碗豆腐脑六港元 完了 店主给我儿子压醉钱二十港元 大家都在说 赚了十四块 你看海南旅游载客门不断后续 辽宁安山的市民出事晒抽发票 说皮蛋粥套餐九十九 一杯牛奶一百一 一顿没有山珍海味的早餐花了两百八 坑爹 以后再也不敢来三亚了 当然三亚现在全力现在在清污 就是说我们处理了 我们要惩罚他们 然后我们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可怕 可是这个我是一直都觉得有点怪的 三亚这个现象 为什么呢 因为就像你刚才讲 东南亚有很多这种有名的海滩圣地 海滩旅游圣地 补吉岛 苏美岛 对不对 巴厘岛 然后一大堆越南 现在也有好几个这个地方 那么这些地方呢 它都有个特色 就是就像你讲的 它有那种高级的酒店 度假海滩酒店 但是也有很多 比如说像巴厘岛就很有特色 很多这些小村庄 然后里面有很多旅游的配套的设施服务 这些地方一般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它人都还不错 当然你知道游客去了 它肯定得在你身上刮点什么 但起码你被刮得很心甘情愿 因为你觉得那些人民风很好 像泰国 印尼这几个地方 民风很好 感觉很淳朴 然后很有风情 各种服务什么也都很到位 好 但在我看来 三亚最怪 就是三亚那个城市 那个环境 跟每家酒店的距离差太远 就它完全是搭不上 就你说那些宰客的地方 你如果宰我这么多 你服务好得不像话 我看我给钱给的开心 那也还罢了 他还不信 你就明明的感觉到自己 是来受苦受难的那个感觉 但我这里有疑问的 他那个宰客 他们是事前没问价钱就吃吗 照理说你应该 就是说被宰的这一方 你应该事先知道价钱了 可是你说喝杯牛奶 这个东西你一般都不会太问价吧 就叫杯牛奶 买单发现110 对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徐老师 你这个很刁钻 你问出了有些人的这个总结 有一位广东网友说 就说有关三亚载客事件 不少企业人士均职 公款消费的繁荣 是三亚最大的核心 和最深的病根 由于公款被宰 一般不会投诉 对 所以推高了宰客风 你知道吗 有的人 有的一拨人去吃饭 你不管多少钱 有发票吗 有发票 甚至发票给你开高 只要给我开发票 那多少钱无所谓 对 没错 而且就算开高了 你也不会投诉 你说现在干部出国是受限制的 对吗 怕你当裸官 不是怕你外逃或者什么的 但是相比之下 最像外国海滩的 就三亚了 就是三亚了 对 中国的夏威夷 对 所以我会 诀窍在这个地方 对 所以我会觉得三亚奇怪 就是你 你如果说真的是 一进去 就被酒店包围 逐不出户 其实马尔大夫也是这样 马尔大夫是每个岛 都是个酒店 马尔大夫政变了好像 是吧 政变了 对 好像我这几天听到的消息 是吧 马尔大夫 我们还在搞这么一个 睡觉晒太阳的地方 还真什么变吗 说总统被控制起来了 我说马尔大夫 从来社会问题 其实很严重 是吗 对 他自杀问题很严重 这个国家 马尔大夫 你看 比如说每个岛 就是个酒店 你进去之后 也是逐步出户 好 那我后来 我还真的认真算一下 有一年 比如说我也在想过 要不要跟家里人去三亚 我算一算 我去三亚 跟我去马尔大夫 差不多 那我干嘛要去三亚呢 你说 对于没有公款支持的人 就算了吧 这真的是 尤其是春节 太厉害了 你上面说还贵 比马尔大夫都贵 很贵 很贵 做官的他是这样 他出国会受限制 他在国内再贵都没关系 没错 不是 还有一个 你也不能冤枉人家做官的 花工费 这个三亚他有一种什么情况 这也分析到中国现在的一种 一种人情 你知道吗 就是说最高的一个老板 前一阵是花了300万 干什么呢 他要亲朋好友一起组织 上三亚大家过个春节 你明白吗 那这个亲朋好友里就什么人都有 有七的姑八大姨 但是也有他做生意上 经常来往的干部官员 你知道吗 人家官员没有花公家钱呢 是私企的老板 请的 请的呀 给买的单呢 那你说这个 人家没花你们人民的钱呢 我注意到有个新闻 就是说讲哪个地方 我忘了是广州还是广东 还是深圳还是怎么样 就是说裸官啊 就不能担任政治 对 你听过没有 就是说你的老婆 孩子要是在国外的话 你在这里做官就做不高 这个规定 这个我觉得 也许他有实际上的考虑 因为可能有很多贪官是先家里人跑出去 然后才做 但是从逻切上讲啊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不信任 就是说对人的 包括对我们 我党干部的不信任 就是说你不能假定 他的家里人是在别的国家 或者是别的国家的人 就假定他 因为我的感慨是哪里来的 我刚看了那个昂山素姬啊 那个电影 那昂山的老公 昂山素姬的老公是英国人的 可是缅甸人民这么爱戴他 那么信任他 他们不要 要叫中国人逻辑来说 那昂山素姬不是 叫 叫 鲁东老师 你这个 不是官员呢 但是他是 他是一个很大的民主力量的领袖 很来是要掌权的 徐老师的亲戚是裸官嘛 相见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李宗盛 丙九韵古宝 配桃花春去 采入极之水 配软酒精 年份软浆 五井共九 45瓦能做什么 格力一赫兹变频空调 国际领先 最低功率只需45瓦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一览无语 一跃千里 在环球视野下明察秋毫 在时空穿梭中紧扣关键 集中关注 补充观点 融合全媒体 全世界焦点资讯 无限共享 2012凤凰卫视强档云信息直播节目 天地一茂 凤凰焦点关注 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安台 当然了 对这个三亚恶意攻击的人 将依法这个追究责任 是吗 我也觉得 有些事情不能简单 归作为一个地方 可能三亚有一些这样的现象 但是同样的事情 别的城市没有吗 假如说公款消费的话 别的地方可能也有 其实三亚只是比较集中的 去表现出中国一些问题 我觉得三亚只是一个地方 它非常集中的把中国各地 常见的各种的这种 关于公款消费 度假消费的问题集中起来 因为你回想起来 我们国家有态度不合理的 消费现象 比如说这几年 不是每逢圣诞节 都会传出什么地方的酒店 有个天价圣诞节套餐吗 对不对 比如说有一年我看到 破季好像是武汉一个酒店 那个圣诞节套餐 好像是十来万人民币 还有多少 是包住房的 我当时也在想 这十几万 你能够坐飞机去巴黎来回去 吃一顿三星 都用不着花十几万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呢 三亚只是很集中起来而已 但是我现在觉得有一个问题 就比如说他们现在说 三亚就成了权贵天堂了 这个可是你知道吗 有些时候我觉得 是因为表面说一套 实际上是另一套 咱就说情理上来说 高官我认为 他去度个假 是完全合理的 当然 就像奥巴马 你看动不动他去夏威夷 或者是最传统的美国总统 就戴维营 说我干一阵 国内再紧张 那不行 我得休假 举家 就去戴维营 这是全国都知道的事情 对 当然你不能 美国的一个干体力活的 他是没这个条件 去戴维营度假的 对吗 他是不能去 戴维营也是 对 我就说他可能他的钱呢 连他到外边度个假 他也没有这个钱 可是呢 他也不会因此说 你奥巴马 你怎么能度假 我怎么不能度假 那区别在于 那香港有很多高官啊 包括议员啊 我旅游的时候 还常常碰到他 对 但是问题是 他那个时候 都是用自己钱的 他自己的钱就很高啊 所以他可以支付 他去私人旅行 是 而我们这里的 我们的干部清廉呢 他们的工资 你明算 是不能支付 他是不可能去 到巴厘岛 马尔代 甚至三亚都去不了 所以呢 他很多情况就在开会啊 他在跟人家协商啊 你明白 所以这个 这个情况是这样 就这 你站在干部的角度 你也可以理解 因为我的 收入这么低 你把我弄到 真是一个勤务兵的 像一个公仆将 那么我怎么办呢 那我 我有些 比方说我要 正常的要一些 休息的情况 我就用用开会的机会 我就得到这方面 你说这个 是不是这样 这我还真的不了解 像美国总统 去戴维营休假 是花他自家的钱吗 不是 那是 戴维营是他的工作的 是 那是 其实是个政府建制内给总统的休假区 是吗 对 那是公款 那是公款 但那个公款是一个 这整个账目是每年上国会 整个预算是清清楚楚 大家看得到 查得到的 包括普京动不动去黑海那儿休假 雅尔达 那是一个传统的他们的官员的度假区 也是公款吧 对 也是公款 也是公款 但是呢 这些都是看得到账目的 就我觉得现在老百姓你说是不是真的非常介意我们官员去度假 去休息 我觉得你比如说你一个省长 坦白讲 他的月薪 在今天中国一个省长的月薪 在三亚其实过不了一晚的 你说 说实话 对不对 就是这样 实况就是这样 好 那现在问题就在于 那他怎么去的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 我觉得 与其用各种奇奇怪怪偷偷摸摸的手段去搞这事 我觉得还不如啊 就像以前有些学者建议 大幅度的提款 你就大幅度要不提高薪水 要不就是你也可以公款去旅游或什么 但那个账目 在明处 在明处 大伙都看得见 知道 你知道 你比如说我在这一点上说 我说香港 他这就是摆明了 嘿 怎么着 公务员就是牛 公务员就是买房子 比香港市民条件优惠多了 对吧 各方面公务员 包括公务员退休金 郝家唯一看一个什么局长 上千万 对吧 但是是摆明的 他所以大家精英 就要当公务员 对吧 但是廉政公署管着你 对 你要改一点 你哪怕吃一顿饭 你这人就算完蛋了 对 那就说有一次是怎么着 是哪 有一个梁 福明侠的先生 就梁锦松 梁锦松 梁锦松在我的概念上 那就是冤枉了 你没问吗 但是呢 在香港的这个 他不就是买了辆车吗 对 你别拉你们十架装的水平来 我们福明侠怀孕了 怀孕了 他需要买个七座 还是几座 那个车给运送 买一个林志的房车 梁锦松的财富水平 他能占那点便宜吗 我就不信 而且吧 他本来放弃了银行的工作 是几百万的工作 他去做那个司长 只有几十万的月薪 对 他已经做这么大的牺牲了 他买一辆车 那辆车呢 才几万块钱 对 对不对 大概几十万块钱 便宜几万 便宜几万块 不是 就差的这个 这样跟人说明白 就是说 问题在于 有一个港府的政策 是这样的 我来解释吧 是当时呢 因为他是财政司司长 那么要财政预算里面呢 他知道新的财政预算 有些什么样的加减税安排 对 那那个安排里面呢 就是对很多进口车 一个大排量的进口车 要加税 他就在 他制定好的财政预算案 公布的钱 不晓得几天 他先去买的那个车 那那个车就等于 现在加税前买的嘛 那于是大家就说 那当时你已经知道 这个车要加税 对 你在加税前买 那你不就贪了 那几万块钱小便宜吗 对 但是人良哥能贪这点小便宜吗 那不管了 那就不管了 这就是万恶的资本主义 这个法治真是很麻烦 这就是孔老 孔庆东老师讲的 香港人就欠抽 就是得这么坏 搞到最后就辞职啊 是吗 对 所以还是大陆好 我们都自律 那多好 财政司司长做不成了 你说 你傅米家伤心了 对 他就完全 他就老关心 那是我们的那个水上之花嘛 不我就说啊 这到今天笑 他不讲情 只讲理 这个呢 也不单是香港 美国也这样 这基本上是英国人 英国人搞出来的花样 但是你情理 我们中国人讲情理嘛 你我放弃几百万一个月 我来够你几十万 我还要谈你几万 你不是搞错吗 对不对 没错 但是他从这个理 他刚才讲的 你是违反了规则 你是规则的制定者 你在这个规则制定当中 你获益了 不管这个获益多少 你违反原则 还有咱们那个 他也不抗争 还有咱们那个 从三星走出来 做了香港高官的那个攀杰 对 你不就说 因为这个什么 说人家 让攀杰买个村屋 咱们都去过 对吧 说人家上面浅建 有伪装建筑 可人家买的时候 上面就有 对 现在弄住了 弄的攀杰 最后是不是也拆掉 拆掉 是吗 对 那个其实就是浅建了 大概一层浅建了 十米吧 没还没那么大 那还不是他建 反正老百姓在旁边就没事 你做了官反而有事 所以我说在香港做官 真是难做 这还是做教授好是吧 教授也行 广告之后见 继身风险位置 难免战战兢兢 前瞻经济作效 平衡理财风险 冷静应对突发不动 稳踏趋势重心 每一步都能如履贫敌 民生银行信用卡 一周财经新趋势 星期日凤凰为时钟安台 传厂千年量造工艺 历经天保肚藏 红花国色 将相典范 红花狼 你看广告之后咱们还在怀念梁锦松 这政治生命 但是后来我跟内地的也有官员 你说你跟福明甲聊 我跟福明甲聊 我就是说要是也像香港这样高官 就是高薪养联 就是说比方说现在省级的干部吧 就是都有比方说一百多万一年 那是不是就会完全就是清廉了 他说还不一定 不一定 因为因为目前有很多人 他得到的不是说什么 到三亚度个假 他是什么 他可能自己非常清廉 可是他的媳妇的弟弟的什么人 因为他的权利的关系 他签了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进出就可能是多少亿 你明白没有 而不是官员自身 官员可以在抵抗 官员甚至是抵抗 官员可以对家里的亲戚说 你们不要害我 你们还想不想我做下去了 你们这样子 你们都是 可是家里的亲情关系 就是说 您看你叔叔啊 什么什么 全叫上来 说您看您就做这几年 过几年你也要退休的 我们也是正常做生意 你这个不给别人 你不给我们签 你也是跟别人签的 那我们做下 我们东西做的不差的 我们没有一点犯法的 可是这个项目就会有多少亿 你明白 所以这些问题 你要查都没法查 你要查下去 他因为没有规定说 难道 难道我因为我的什么 转弯摸脚的 因为我的哥哥的 婆婆是什么官 难道我就不能做生意了吗 对不对 这是我的正当的人权吗 我懂 所以我觉得我们呢 可以这么来 就帮官员着想 怎么样帮官员着想 就你想想看你做一个官啊 如果面对你刚才说的情况 的确很为难 你反正你手上有权力 可以批很多项目 你一个什么远房亲戚 当年老同学 你的老师 甚至比如说老师说 对 哎呀教育你那么多年 我儿子现在干什么 你就不能帮他一下吗 对不对 那你怎么办 你作为一个官员 你怎么推这些事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往制度上推 就是不是我不想帮 我真帮不了 就显得清清楚楚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换句话说 现在问题是我们官员在 他的这个衡量的权力的范围 太大 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很多官 我觉得他能够控制的范围太大 太弹性 自由财量权 对太大了 他没有一个很明细的网络 把它限制起来 但假如我们把这些都写得很像 比如说我要批一个什么东西 得经过招标 这个招标是公开的 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整个程序摆在那儿的话 问题就不大了吧 香港的官员就会这样来回答这个问题 就会说 不管怎么样 我们是有厉害官员 假如这个项目是我批的 可是我们要填个 我们有认识 我假如填我们不认识 我是违法的 当然我填了认识以后 我就要回避 要不回避 你看梁景松 对不对 所以这个其实对官员 对内地的官员 都是一个很大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曲江楼贯文明启示录 彻底回避了 因为这个事件 就是啊 对不对